免疫力的根就在肺皮肾 简单三招养好肺皮肾 激活全身免疫力 免疫力才是我们人体最好的药 以及最强的保护罩 像现在流感比较严重 如果免疫力足的话 是可以帮助我们抵挡那些病毒细菌的 就算生病了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想要激活自身的免疫力提高抵抗力 除了多运动强壮体魄外 养好肺脾肾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三个脏腑跟我们自身免疫力 是息息相关的 先说肺吧 中医认为肺主皮毛 主胃气 胃就是保胃的意思 可以循环在皮肤保胃体表 防止病邪入侵 那肺好胃气足免疫力就高 不然肺虚免疫力弱就容易生病 而且最容易得的就是感冒 咳嗽这些肺系疾病 因此我们得把肺养好了 这种平时可以揉按一下肺经上的血位 增强肺经气血流动 比如这中腹血 齿泽血之类的 当然如果爱感冒的 就可以用黄鳍和防风 煮水盒来补肺气 去外邪 再说脾胃 脾胃是气血生成支援 如果脾胃不好 气血生成不足 那身体肯定是虚的 而且正气不足 抵抗力下降 平时看上去病奄奄的 脸上没啥血色 身上没啥力气 动不动就爱生病 所以想抵抗力强 我们也得保证脾胃好 保健一下脾胃 平时可以按揉或者爱揪足三里 三阴胶穴 以及腹部的穴位 比如上碗中碗下碗 这三个穴位 或者是平时多吃些山药 白煮之类 健脾胃的东西 最后肾是人身之本 肾阳也是一身阳气之本 阳气本身也有保护基表的作用 所以阳气血的人免疫力也是不足的 并且会伴随着怕冷 手脚发凉的情况 这种我们可以爱揪一些 观原血肾书血来补肾撞阳 也可以吃点补肾助阳的东西 但是上面这些情况只适合保健 如果你本身脾虚严重 或者肾虚严重 身上病症复杂的 最好是先把肺脾肾给调好了 这个我建议线下到附近专业的医疗机构 找医生给你辩证调理 对症下药 等肺脾肾养好了 免疫力自然也就上去了 毕竟单纯依靠 按揉血位保健 是没办法准确及时的调理好 你身上的各种小毛病的 大家明白了吗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